欢迎收看东夫 即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 日前有机构公布调查 发现不少小学生认为 考试并非压力主要来源 家长不了解子女情绪 导致双方难以沟通 才是问题所在 那又是呀 香港的 出了名填鸭式教育 做家长的 若然颠埋一份 捉到那些子女有气没有订头 为人子女的真是孤立无缓的 香港教育制度是优点多还是缺点多 不如看看新闻 看看找不找到蛛丝麻跡 学业问题困扰16岁少女 大圆村堕楼身亡 葵冲学生企图兴生 校内各本宋远救治 将军澳9岁女学生 上课期间不开心宋远自理 或者这么说 虽然每个年代 都有人很喜欢上学的同事 也必定有不少人很抗拒上学 但是 教育制度要出了些什么问题 才会引发下一代 竟然要想不开沉死 竟然要十岁未到的儿童 都已经超级不开心呢? 真是不明白 世上有所谓芬兰教育 着重愉快学习的教育模式 港官议员都曾经大港特说过 何解? 迟迟不见港府广泛推行呢? 不是啊 早前东网报道 特殊学校融入芬兰教育理念 设计特色教室 提升智障生学习兴趣 那不就是多小说明了 香港都有能力推行芬兰教育 right? 但港产官僚做事 依然是鬼死那么生气 难道香港的搞芬兰育就呢? 芬兰教育? 好,香港学生慢慢等吧 你这么说又有些道理 事关2019年9月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到访芬兰 立法会文件写着 事次访问的目的 是被议员亲身了解芬兰的教育制度 以及研究芬兰的教育方针 如何协助学生愉快学习 并提供多元出路 喂,现在就来五年了 做了些什么出来啊? 还有呢,前教育局局长 即是自称一个月看三十本书 湿湿碎 怎知原来雜誌康物都当是书那位啊 他2014年出访芬兰 去那里做什么啊? 去看看芬兰的宣传单张和小册子 为自己的已读书单拆数据啊? Well,根据政府新闻稿 他老哥访问芬兰 是为了了解该国教育的成功经验 十年过去 教育局局长的外伙 为香港学生带来什么悲益呢? 来到今年一月 又轮到现任教育局局长外访芬兰了 真是可以说是芬兰继续访 但香港学生距离愉快学习的教育模式 就依然是遥不可及 眼见一而再出现沉死学生 真是看到人心都说了 或者什么是芬兰教育所谓愉快学习的教育模式 又帮不帮到本港学生? 有些人外访完回来都是得个吉 这样啦 东夫请来了为学生安排交流计划的组织代表 以及曾经接受过香港、芬兰两地教育的学生 为各位比较两地教育的优点和缺点 另外亦都访问了曾经到过芬兰 访问过当地学校的本地教师分享见闻 希望令关心子女教育的家长知多些 同时亦都不用讲官议员们 访完芬兰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以为去完芬兰 就当自己工作已经finish 那么尝尝了 事不宜迟 东夫 各界施营 本港教育经常被咎病为填鸭息 除了要赢在起跑线 学生只着重死背不懂得用背贯通 故此高分低能之名不敬而走 在香港读书的Yuki 高中那时就鼓起勇气参加AFS的国际文化交流计划 选择到芬兰体验 对她人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 你觉得芬兰的教育模式 其实跟香港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芬兰是比较自由的教育模式 因为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老师 你想要什么课 你都可以自己选择 甚至是整个时间表你都可以自己安排 那里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可以让你去尝试 我又选择了PE 又有音乐 又试藝 还有营养学 我计划了音乐堂 她会教你弹吉他 教你弹琴 甚至打鼓 在香港的话就可能比较少这样的机会 在芬兰交流的十个月 Yuki可以根据兴趣选择想读的高中课程 不仅增广见闻 更加认识一班良师亦有 寄宿家庭的成员和老师就如心灵伙伴一样 指导和陪伴她成长 对香港来说 你觉得多数学生的压力是比较多一点 其实跟那边相比就差不多 我觉得压力方面 香港的学生压力大很多 因为在那边的学生 他们可能放学有时 其实两点十二点已经可以离开 他们会有其他不同的活动去玩 不单只是学业上面的东西 香港的学校可以给学生 去尝试多一点不同 很多人都觉得你浪费了这一年 为什么你不继续读书呢 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也很长 你有一年的体验 我觉得都可以的 还有我觉得 如果你在香港不会有这样的经验 去完芬兰之后 你觉得回到香港 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无论在学校或host family 都经常跟我说 他就经常说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之后我才意识到 其实我人生的用错率都挺高的 其实我可以做错事的 相比在香港中学的时候 我觉得 为什么我经常做错这题 或者我可能不需要测试 成绩不像自己的理想 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但我经常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完美 这句话到现在 都变了你作为有名 是的 我觉得自己变得可能自信了 见谈了 大胆了 都想多点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在芬兰体会了另一种教学 Yuki才可以从学生的重担完全释放 香港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到海外交流 体会和理解异地的教育文化 如何筛选哪些学生适合做交流生 其实香港很有趣 有些是父母想他们去 有些是自己想去 亦有很多是学校推荐 因为我们主要的招募工作都在学校 其实我们不是针对他们的学习能力 那个academic achievement 我们最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心理质素 是否可以接受十个月的挑战 自己一个人在外国 在当地的学校 当地的家庭 去接受新的环境的挑战 跟芬兰相比香港的教育制度 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你都明白了 香港的学校的制度 和学生的压力 很多时候都和家长都脱离不了关系 curriculum学校可以 或者教育当局可以有一个新的看法 如果可以的话 在那个考试的制度上 亦都可以有一些改善 减少学生的压力 其实现在香港的出生率也都低了 变成竞争应该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慢慢在这个没有那么大竞争的环境下 去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正所谓collaboration的元素 我相信逐步来 不可以那么快改得到 但是家长的attitude和看法 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Josephie有提到 近年受疫情影响 有不少学生因为上网课而变得内向 和外界沟通的热成和技巧都大大减低 他建议家长要放开手 减少对子女的监管 反而对他们成长会更有帮助 现在的家长因为电子通信太发达了 他们是很密切去控制着 子女在那边的生活环境 晚上有WhatsApp call 去哪里都可能有GPS的控制 不要说叫追踪 我们希望这样慢慢可以 令到家长明白到 要放手给自己的子女 出去开阔视野 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在芬蘭学校和学生聊天 感觉到他们每天上学都很开心愉快 因为学生不会因为分数的高低 会造成压力 没有成绩的忧虑 学生又少功课 于是可以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 可以提升到个人的技能 老师很重视学生的开心和不开心 所以见到学生 其实每天上学都是一种享受 香港的教育始终太体重成绩 好学生就是要有好成绩 一些成绩差的同学 就经常会被标签 其实是不断地打击学生的自信 但要知道学生有不同方面的才华 强弱也很不同 所以那些差的学生慢慢都会不上学 芬蘭教育其实有它值得借镜的地方 但不可以全部直搬在香港 始终两边的教育环境是很不同 而太宗对学校的疲惘也会有不同 在香港要实行这个芬蘭教育的难度 是在于家长会很替重学生的读书成绩 想小朋友去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 我始终永远都放在成绩上目 另外感受比较深的就是 当地的教师其实是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因为在芬蘭的老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大部分人都会给他很高的尊重和信任 老师有很高的自由度 跟那些老师聊天 他们每一班其实十几二十个同学 小班教学 上课的时候数又少 私生的关系又很好 所以他们跟我聊天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说 他们很注重那个work life balance 科学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实在当地做老师 其实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 其实说香港没有全面推人芬蘭教育 又是不多正确的 喂我没听错是吧 芬蘭教育讲究愉快学习 香港学生就出名功课多 不少学童做到三更半夜 第二早未睡醒又要扑去上学 再加上考试定生死 测验论英雄 墨书缺又劣 你说香港都有芬蘭教育 找鬼信啊? 什么呀? 以分数来刁难学生 只不是名副其实分难教育 你以为那帮正直修成期的高官议员 没有做事 真的去游负吗?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社会 考取功名高中状元的思想 太过根深蒂固 总之透过功课物书 策研考试 来丧出班学生子女 竟然成为了王道 一美谷无幸福 那帮小孩能否吸收到才行? 网上有不少人出铺 拍下学生们的爆笑功课 或者可以提供答案 嗯…等我看过 如果说叫小朋友做句 是快乐的传言 有跟随小朋友功课的观众 一定会同意 好像用纸友来做句 我只有一个爸爸 你难道可以说他错吗? 用纸友做句 为什么不写 世上纸友妈妈好 做妈妈的实在也有颈土 说笑而已 不过高手写的东西 往往字女行间 带出隐含信息 我看这句话 不是字面那么简单 而是反映了做句的小朋友 并无信仰方面的倾向 因为有信仰的小朋友 或者会问 为什么不算天上爸爸 对呀 小朋友问很多问题 好像以下这句就透通了 下午财神至公园放风筝 先不说有同学或者会问 为什么财神只能放风筝 他找不到无人机来放呀? 看你的财神也挺焦 或者这么说 小朋友年纪轻轻 思想中就充斥着财神 他这身的财政压力恐怕都不小 不知道有信仰的同学会不会 和他传福音中金句呢? 你们不能有侍奉神 有侍奉财神马门 其实小朋友的世界很简单 是成长令到每一个人都变得复杂 不信看下当小朋友被问到 如果可以在小学里加一项设施 你希望加什么 他们直接答睡牆 将多少打工仔敢想不敢说出口的说话 坦坦白白地说出来 看着这堆爆笑功课 令人会心微笑之余 不禁想心一层 做学生的都不吸收 这项功课做来为啥呢? 就是 反正做了这么多功课 压压了这么多苗上大学 大学生数目比以前多 但不论他们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学术水平高成什么呢? 你觉得吧 放些学生去玩好过啦 私家这么多学业压力给学生 轻则搞到学生提不起学习兴趣 重则抗拒学习 抗拒上学 甚至想不开做傻事都有志 知不知道为什么 现今香港想找个有志学习惯的人都很难? 十个穿了九个都抗拒学习 事出别有因 芬兰教育讲究小功课 多玩乐 值此提高小朋友的创作力 创造力 培养学习兴趣 港官虽然都说正 外访外访再外访 但为什么本地 惨受填鸭式教育所苦的学生 依然是不绝如虑? 为什么?答案之不是 处于修成期和新秀奸魂期之苦的分别 想接受芬兰教育? 没有的了 自己挨钱去芬兰留学吧 今集东夫职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新数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热线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夫职应 拜拜